我们现在要来讨论民法典 关于网络侵权责任的规定 那网络侵权责任的规定呢 原来在侵权责任法当中 规定在36条 那么36条里头一共规定了三款 第一款规定 就是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 那么它利用网络 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应该自己承担责任 这是讲的一个一般性的原则 那第二款呢 规定是网络侵权责任当中的 逼封港原则 那么逼封港原则当中呢 仅仅规定了通知规则 那第三款呢 规定的是网络侵权责任当中的 红旗原则 那我们现在民法典 在规定网络侵权责任的时候 把它分成了四条 那第一条呢 就是1194条 这个是36条的第一款 那然后呢 规定了 197条 这个是原来36条的第三款 那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六条当中的第二款 那么在侵权责任 在民法典当中 做了一个扩展 不仅仅规定了 网络侵权责任 逼封港原则的通知规则 同时呢 也规定了网络侵权的 逼封港原则当中的 反通知规则 因此呢 原来的36条在 在密法典当中 侵权责任编当中 就规定了四个条文 那我现在先讲 第一个条文 第一个条文呢 就是1194条 这个规定和原来 36条的第一款 基本上没有区别 那么他说 网络用户 网络服务提供者 利用网络 欺害他人民是权益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这个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这个是原来36条当中 没有的 就这一个条文 说的是什么呢 就无论是网络用户 利用他人的网络 或者是网络服务提供者 利用自己的网络 去实施侵权行为 去欺害他人民是权益 都应该是自己承担责任 所以这个条文 我们都在解释他的时候 说这个条文规定的 就是网络侵权责任当中的 自己责任 那你照顾他的时候 还是你要自己来承担责任 这是网络侵权责任的 这个基本的规则 一般性规则 那这个规则呢 他应当用的是过错责任 他不是无过错责任 也不是过错推定 那么这里头还有一个问题 要特别说清楚的 就是民事权益 在网络侵权当中 能够欺害所有的民事权益吗 不可能 不会说你在网络上 去实施侵权行为 骂人就把人家给骂死了 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不会造成人身损害 那么这一点上呢 我们在原来写 侵权责任法的时候 和美国专家一起 讨论过这个问题 因为美国的侵权 美国侵权法 我们这一部分讲 网络侵权 就是它的千禧年 版权数据保护法案 规定了这样的规则 那么它主要保护的是 知识产权讲的 保护的是版权 那我们把这个保护范围 扩展到了民事权益 这样一个大的概念 美国专家曾经提出质疑 那么后来我们就解释 说当然版权 资产权也都在这个权益之内 那么还有呢 其他的比方说 名誉权 肖像权 隐私权 这些部分我们应该 也放到里头去 这个也没有问题 但是通常说的财产权 通常说的那个 生命健康权 身体权 其实是包含不进去的 所以我们在理解 这个条文的时候 说这个民事权益 其实里头规定的是 一部分民事权益 并不是所有的民事权益 都可能在 网络侵权当中发生 那么这样呢 就是网络用户 网络服务提供者 不管是利用自己的网络 还是利用他人的网络 实施侵权行为 造成他人民事权益损害的 那么要承担自己责任 就自己承担 当然法律令有规定的除外 那么依照法律的规定 下面那些其实 就是法律令有规定 这就是第一个条文 主要的内容 我们下期待会计划 我们下期待会计划